主料,瓶菇250克,洋葱200克,五花肉150克,辅量,油,盐,酱油,五香粉,胡椒粉,水淀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瓶菇洗净,撕成条,洋葱去倒皮洗净,切丝,五花肉切片,锅中放入水,烧炭后下入瓶说, 捉烫五分钟后捞出,放入凉水中冷却,钻干水分,锅中放入油,烧至切成热,放入五花肉片变炒,加入适量的酱油,五香粉,胡椒粉调味,放入平硕,翻炒两分钟,放少量清水炖煮五分钟,放入洋葱,加入适量的盐,翻炒均匀,放入水淀粉勾芡,制洋葱熟透即可,烹饪技巧, 一,勾芡一下味道更浓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